-em Hello 大家好 我是��稷 看到我的身後了沒有 一大波 withstand 下妳們西萊 沒錯 今天這支影片就是 妳們一年一度最最最期待的 夫戴開箱分享 自己不禁地感嘆一下 時間真的過得非常的快 我連續拍了這個板塊 已经4年了 那今天这支呢也是第四期 那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 您对福袋还不够了解 你可以去毁谤我晚年的福袋开箱 然后如果您想知道更详细一点的 可以去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搜索2017年末有发布一篇福袋科普文 那如果你们是晚年的老观众的话 我们就赶快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那跟晚年一样都是老规矩 先报我买到手的价格 然后再看福袋里面都各有几件 我们依旧还是先从服装开始 那今年的话还是 这一代Lily Blonde开始吧 那Lily Blonde这一代呢 今年的价格依旧也是10800日元 不会换算承担下的汇率 标在屏幕上面给大家参考 看一下Lily Blonde今年的一共有几件 一件 两件 三件 四件 五件 六件 10800日元的一共有六件 我觉得数量还算是蛮多的 比一般的福袋要来得多一点 但是就不知道这些款式好不好看了 再打开袋子呢 让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外套 这个外套 有点藕粉色那种 然后大家有戴帽子 反型的话 目前来看不是那种很塑形的 质地会有点软塌塌的 那穿在身上是这样子的 我个人觉得还蛮符合我自己本身 就是我平时买衣服也会买这种粉粉的颜色 把帽子放上来的话 就会比较可爱点 而且我喜欢的是它是长款的大衣 就可以遮到脚以下就不会那么的忍 然后侧面的话是这样子的 尺寸也是完完全全刚刚好 里面也可以多穿几件的那种 可能这个外套我觉得还可以 算是可以穿得到的那种 我最近又肥了 特别是元旦这几天吃的就更多 比晚年的福袋视频看起来会胖一点 大家见谅一下 真的是越来越胖了 我受不了了 接下来第二件 是一个毛衣 非常的轻 它这个毛衣的缝隙还蛮大的 就是有这种洞 分可以装进去的 颜色就是非常百搭的米色 穿起来是这个样子 我还挺喜欢它有点松松的感觉 而且也是有一丢丢灯绒袖 这个毛衣也还可以 然后是第三件 是一个连身裙 怎么又是这种款 日本的服装真的几年之内 变化都不会非常大 都是每年都很相似 基本年年都很像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黑色的毛线连身裙 这件太不显瘦了 我却穿起来好肥啊 亏它还是黑色的 它的腰部这里有一个松紧带 可以收缩腰部的 但是整个效果看起来 顺便出腰又大 屁股又肥 穿起来会让整个人显得肩膀又宽 屁股又大 第四件是一条裙子 摆折的裙子 摸它这个厚度感觉比较适合春季和秋季 这样比较凉爽的季节穿的 也不至于装红色那么深 有点枫叶色的感觉 裙子的话我还挺满意的 首先它穿起来很舒服 第二它穿起来不显胖 我觉得应该显腿长 整体它是有点A型的 就是A字白的 颜色又比较复古 一般的毛衣啊都很好搭 就像刚才这一件 毛衣我觉得搭起来也挺OK的 接下来第五件 非常非常的薄 是雪反伤 格文的雪反伤 穿在身上的话是像这样子 我觉得穿在身上会比我拿在手上好看一点 不算挺显胖的 而且还品配刚才那一条 分叶色的百折裙 好了最后第六件 应该是一个包包 它是像这样子的卡齐色 这里有一个小毛球 拖上去也会像这样子 金链子 装好以后像这样 还挺可爱的 这包包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蛮Lily Brown的日系复古可爱分 然后背在身上的话还可以 觉得穿这一整套就非常的Lily Brown 好了今年2019的Lily Brown的服带 共有六件 六件里面只有黑色的脸身裙不满意 剩下的五件我都还挺满意的 就是今年的这个 对我来说的话满意度还蛮高的 就是一下子中了五件可以用 都穿得上的 每一件都没有掉牌 就说明它不是电头货 只是为了卖这个服带而生长的这几件衣服 关于怎么辨别电头货的服带和 为做服带而做的衣服 这个都在我之前上一支的服带开箱里面 有教过大家可以去回放看一下 好啦 接下来呢我想开这一袋 是我今年第一次买的 这个叫做 Gryne ID 这个也是Lily Brown啊 Sneidel那一系列品牌的 同个旗下的牌子吧 反正具体的资料我们要去搜 但是它们都是在同一个官网卖的 风格的话会偏成熟一点 就是可能我晚年不会喜欢 这个牌子的风格 但是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我就越来越喜欢它们这种 成熟稳重淑女分了 但是淑女分的同时呢 它又有一点温柔可爱的感觉 就是还蛮特别的 然后这个牌子平时的价格 也均是两三万三四万日币左右 还蛮高的 我也是10800日币入手的 按现在汇率来说的话 差不多690块人民币 一件两件三件 四件 Fly ID的品牌2019福袋 共有四件 因为这个牌子它原本的单价就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不然是我现在拿出来这件外套 我就觉得质量 会比刚才的Lily Brown好非常的多 它这一看就是比较有品质的 然后真的真的不一样 拿在手上的感觉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会比刚才这个外套要好很多 这个就是很廉价的毛泥感 然后设计感也是挺特别的 就是前面没有扣子 它是在里面有暗扣的 穿在身上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我很喜欢它侧面 侧面就是很 有点干练 但是又有点小女人味 正面的话我觉得原本 没什么肩膀的人就更不适合穿了 它是那种圆肩的款式 穿起来肩膀非常的窄 然后又圆 反而这可能也是它的特色吧 但是我觉得质量真的会稍微好一点 然后接下来第二件 黑色的碎花 一拿到手的话 我觉得质量也是不错 我觉得这个品牌的服带 它们的质感普遍都挺好的 还没穿在身上我就觉得挺满意的 是我喜欢的感觉 就是比较干练的可爱感 不会太花哨了 不会太可爱 但是又有点温柔女人风 这件碎花脸身裙 我超级超级的喜欢 很好看 主要是它的版型真的很棒 而且质感又好 它有一点点这种 立尖又是大V领 有收腰的设计 而且还有这个细带 你可以这样子再细一下 让腰收的更紧 侧面的话就像这样子 长度的话 我158的个子 已经到我的脚踝了 然后袖子这里也是有一点下垂感 这个整体 这件脸身裙我很满意 很喜欢 我感觉是电脱灰 因为它各方面质感 还有视觉 还有这个版型 我觉得都像是在店里面卖的衣服了 这件真的很满意 很喜欢 好看耶 而且也不显肥 还蛮显瘦的 接着是第三件和第四件 它们应该是一个套装 紫罗蓝色 一个是一字领的中袖 竖条纹毛衣 然后加上一个裙子 这个裙子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下边 下边是蕾丝边 就整体是像这样子的 然后就如果穿起来 应该是这个样子 第一次买这个品牌的服带 我还是挺满意的 质量各个方面真的都很好 然后价格也才一万 相对它正常的价格来说 已经算是很便宜了 这个服带 它里面的衣服都没有掉牌 我觉得这个牌子 应该也是为了服带 而生产的这些衣服 但是它们会比较良心一点 以减少数量来提高它们的质量 就是才四件 但是每四件质量都很好 好了 接下来又是猜一个新的牌子 这一袋 就是这个牌子 我买到手的价格也是一万零八百日元 大概一件 两件 三件 一共四件 但是 这一件是什么鬼 这是什么鬼 我但是看这个品牌的官网 我还蛮喜欢它们的风格 成熟了 很有质感 又有女人味 但是为什么 收到货以后 我觉得这个牌子 是有点偏欧巴桑的牌子 怎么放 麻耶 它的质量也不是很好 感觉就是那种几十块钱的质量 很普通的这种棉质 并且它的花纹真的很丑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了 我觉得有点偏年纪大一点的人群穿的吧 四十岁左右的成熟女性 然后第二件 是一件T恤 而且 这个T恤的款型也是很 哎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个是买失败了 为什么它的服带里面 开出来的衣服都这么老气 我现在是连试穿都不想试穿 你看它的肩膀弧度 和这个袖子的长度 都是我比较讨厌的 第三件 好吧 我已经不抱什么期望了 我打算把这一个 服带开出来的衣服 都拿去给我妈妈穿 就是我妈妈那个年纪人会穿的 看这个脸生的毛线 毛伤 然后再看一下它背后 这两条是 这个长长都是什么 我有点get不到它的点 好了浪费了 我七百块人民币 嗯 给我妈妈穿 但是这个毛衣质量还是不错的 目前挺舒服的 最后一件 我都不想介绍了 哎呀 真的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会穿的 就算是30岁吧 我觉得30多岁的也不会穿这些款 我就是 嗯 而且这个质地啊 40%多是棉质 然后50%多是紧轮的 反正这个材质和这个款式 都不是我会穿的 好像算是失败吧 我被它的官网给门骗了 好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发发的吧 去年我有买 去年我对它百分百好评的一个品牌 但是今年呢 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有看到我姐她也买的那一袋 里面看出来的还蛮雷的 我们就心惊胆胀的把它打开 一样是10800日元 就是690块700人民币 它的这个袋子 也是跟晚年一样的 就是一个麻布袋 也没有手提的部分 这是一件 两件 三件 好这个发发2019的 一共有三件衣服 然后每件衣服呢 都有吊牌 就说明这些衣服 都是店头货哦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外套吧 哇哦 我的外套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是能接受的 嗯 算是挺特别的吧 它一半是这种面料 就是很像泰迪毛的那种 目前也很舒服 穿起来的话 就像半只小泰迪 有腰带 长度的话 到我的小腿这样子 原价要4万多 4万5日比左右 穿在身上的话 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会搭配的话 还是蛮好看的 我觉得对我这种 走甜美风 不是很适合 但是如果我换一个造型 就打扮的比较高人 酷一点的话 这件外套还是撑得起来的 我觉得还是可以 后面是像这样子 而且穿起来也很保暖 然后第二件 淡淡的粉色 它有一点高领 垫肩的设计 下来是蕾丝边 它又有点缩紧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连身裙 也是挺奇葩的 你们看一下它的下边 它下边的设计 这一层又加上这一层 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这么奇怪 然后上身的话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 没有什么坠肉的人穿 我的腰啊 还有我的胸 还有我的手臂的肉 都非常多 所以穿这种 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温度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 颜色真的很日系 很少女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袖口 这里的设计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下半身很奇怪 最后一条呢 是这种卡其色的裤子 中间有一个腰带 然后它的两边呢 有一排这种扣子装饰 解开以后呢 裤脚就可以分开的那种 就是一条纸红裤啦 裤白还挺宽的 好的 以上就是发发2019的腐带 我觉得今年这个牌子 它没有去年的好看 对我来说的话 满意度没有去年那么高 实用性不是很高的款式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开这个牌子 是我前年有买过一次的牌子 当时开到的东西都还挺雷的 今年就是还想再碰一下运气 尝试一下 这一次说不定会开出好看的呢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个LiLiLi 然后再盖一下 也是10800日元 一共有六件 虽然最后三件是 少杂货一样的东西 首先我拿出来的第一件 是牛仔裤耶 破旧的设计 有剪一些虚虚出来 然后尺寸的话是M码 直筒裤 对我来说 穿起来的话 尺码刚刚好 大腿跟这里是刚刚好 但是腰围会有一点点松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如果夹一些衣服进去的话 就刚好 然后是像这样子的直筒 因为我屁股和大腿 这里有点胖 所以就这一块 看起来会比较显肥 屁股的话也是比较显胖型 我的屁股也看起来好大 接下来第二件 第二件的话 它这个颜色 这个该怎么说 这个颜色为什么这么的显旧啊 有点像程序员技术人员会穿的那种衬衫 然后颜色也是 我觉得在我的衣橱里面 是不会允许有这种颜色 和这种款式的东西出现 13件 这件好像还可以 它是一字领的 然后纯黑色的毛衣 看一下它的手摆的 袖口这里比较有特点 看一下弹性有这么好 就比较适合我弟的风格 一样女人为的这种衣制领 袖子呢是这整件衣服最特色的地方 这样子盖起来还蛮舒服的 毛茸茸的 然后有点长 平时应该可以把它 就是扎进去 配一些高腰的裙子啊 或者裤子 就等我再瘦下来一点 穿起来应该会更好看 然后剩下的三件呢 就是一些小饰品 这个是这种圆筒的 筒状的手提包 然后下边有这种底座 可以吧 就是感觉款式有点旧了 然后接着还有一些 嗯这个是什么鬼 腰带耶 那这腰带为什么这么长 这也是挺难搭的一个腰带 最后一件 它是一个饰品 跟我以前买到的那个腹带一样 里面都会开出一些饰品 也就是像那种玩具一样的 手圈 就像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耳环 这耳环它们竟然是坏掉的 简简单单的黑圈耳环 有一个坏掉了 到时候用那种胶水把它修一下 然后再在耳朵上面是这个感觉 我觉得还挺哩哩哩哩的风格的 更像是两三年前的款式 然后又有一副这种 圆圈的耳环 没有耳洞就可以带的 然后带起来是像这个样子的 那我个人觉得还是黑色的一个好看 好了以上就是 Liluvidi 2019年的腹带 共有六件这样子 我觉得这次买到的还是很雷 我觉得它们家的腹带真的不是很推荐买 虽然说全是店头货 就是有吊牌 然后又有原本的价格 但是给到的衣服都是非常过时 可能过了好几季的衣服 基本是那种压库存很久的 可能以后我就不会再买了 就这次唯独开出 这一件毛衣还算是比较能见人的一块 好了最后我们开哥拉兔皮龟的 好今年哥拉兔皮龟 2019年的腹带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